好 欢迎您回到大话新闻的现场 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 这个蔡英文最近以台三线 深入客家区 她说客家妹来选总统 这样的一个血缘情感中轻的号召 有没有可能打动客家人的心 事实上过去在客家选区 选票的比例一向是 蓝的 七成 铁票 绿的可以争取到三成就不错了 那么在这个担罪病总统过去 执政八年的过程里面 客家委员会成立 客家电视成立 好不容易稍微争取到一点点的选票 但是在08年的时候 这些票通通又投向了马英九 接下来蔡英文说要争取到四成五 有没有可能我们有深入的讨论 一起来看看 蔡英文 蔡英文 来到苗栗客家地区抢票 苗栗乡亲太热情 等不及要把小猪送给小英 直接冲上台 有人成功亲手把小猪捐出来 有人则被工作人员挡下来 但这些温暖小英都感受到了 尽管下着雨却没交习民众热情 蔡英文还不断提醒台下乡亲 小心别感冒 雨越来越大了 我们今天就应该回家了 太好了 可是我还会再回来 我会回来好几次 蔡英文喊出客家妹当总统 抢攻兰营票仓 和客家乡亲 刷甘情 蔡英文 蔡英文 动算 满满人潮高分贝的动算声 让客家后援大会上的蔡英文 来到兰营铁票仓新竹 人气逆势上涨 有信心要翻盘 一次的选举 我想是长久时间以来 第一次我们有机会 要在这里翻盘 我们这一次一定要翻盘 大家说好不好 小英一路急气 向北到新竹 有信心动摇兰营铁票仓 大雨交不起支持者火辣辣的热情 蔡英文新竹竞选总部成立晚会 有人穿着雨衣 有人头上戴着安全帽 还有人干脆把斗粒给搬出来 想尽办法就是要站出来 挺小英 我刚刚从头可以走过来 握了很多手 很多的手都湿湿冰冰的 应该是站在这里很久了 大家辛苦了 这个雨越来越大 风也越来越大 可是我看各位的精神越来越好 反风吹得蔡英文的头发都乱了 就是这还是欲罢不能 顶着19度的低温 虽然双手早就冷冰冰 但小英的演讲点燃民众火热的心 要跟民进党三只小猪斗 马半花招进出 毕竟对手造势 声势很旺 国民党则是民调直直落 这次的选情 觉得确实是非常的艰苦 客家大佬吴伯雄 火力全开 抛口对的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到过的地方 马总统一天就扫完 马总统宣风造访 就判能拉开跟蔡英文的民调查局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批评小英说 不会讲客家话 说是假客家人 说是到了选前 很多假的客家人 通通都跑出来了 我认为他说他很久很久 刚刚刚刚说到总统 怎么说 这句声音来让大家听 这个苗栗县政府委托文史工作者 调查马英九跟苗栗县通宵镇 马家庄的关系 研究报告指出 马总统跟通宵的马家庄是不同的血缘系统 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马英九跟马家庄有宗族关系 也没有办法证明马英九有客家血统 所以说 我想说是否恰恰就是说 在说他自己的总统 但是要来看看是 算计啦 这个过去 这个桃竹苗几乎都是蓝军的铁票 我刚才有些个看在 在2000年的时候 民进党备到27.03% 这个连战跟宋楚瑜加起来 拿到72.97 那么拔拔拔 好不容易拔到2000空隙当 在客家族群这个部分 陈前总统做了不少事情 终于争取到 而且在这个有执政的优势之下 争取到了38.98%的选票 那么连战宋楚瑜61.02% 但是到了2008年的时候 谢苏佩 就挠回来 打三胜 折油 那么马英九是拿到了七成铁票 我们看到这个七成七魂 几乎是铁杆子的 为什么这一次呢 这个无法最坚定啊 说不要让马英九在这个客家村 马思前提 我现在就开始说人家怎么 不会讲客家话 不会讲客家话 也是国民党执政照做的嘛 那是不是跟现在这个现象有关系 我们这个杨长正是民进党客家部的这个主任嘛 他说苗栗的场子非常热 这是民进党有史以来最热的场子 这是蔡英文的部分 那么马英九的部分 写人说 客家票流失停马热情发冷 陶竹苗造势场子 要用动员的啦 自发性的民众已经不见了 神隐了 连卖纪念品的小贩说都比四年前差 来看这个庄民啊 就是已经在桃园举行售旗的时候呢 舞台开始有人要要走啊 一副领完车马费赶着收工的模样 在新竹县苗栗都有类似的场景 跟昨天北台湾阴雨绵绵的天气比 少了一股热情 那么有人就说真的 跟四年前比真的是差很多 连华你自己本身是客家 你来看看这个为什么客家票会出现这种 停马的热情不在的状况 其实昨天北台湾虽然英语里面还是有热情 昨天晚上 昨天下午和博文那个场子热到雨水都快蒸发掉了 所以只有国民党的场子没有热情 这是他们国民党自己要去检讨的问题 我先讲 上一届的时候马英九得票率非常有趣 可以证明马英九上一届拿到很多客家票 为什么他在桃园县拿64%新竹县拿75%苗栗县拿70% 那这三个县呢客家人口最多是新竹县 新竹县人口大概九成以上是客家人 所以他在新竹县可以拿75% 桃园县客家人口相对少 苗栗县是第二多 所以你照这个顺序排下很清楚 这一次为什么讲说蔡英文他们有信心 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我在大话新闻讨论的时候 我当时还跟郑鸿宜讲 我说我保证苗栗县 新竹桃园我不敢讲我不了解 苗栗县我保证蔡英文从四层起跳 就今天民进党中央有辅选的人说 他们这是目标放在四层五 证明我的估计其实还算保守 为什么 我觉得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血缘上 蔡英文有一半的客家血统 这个无庸置疑 这个跟他会不会讲客家话 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慧敏刚刚讲得很好 不会讲客家话是你国民党害的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班上选干部要选一个叫做国语推行员 你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吗 老师吴国栋讲台语 罚五块钱 没有钱哦 掉一个狗牌 我不可以说方言 要不然就打手心 打耳光 打屁股都有 对每个地方不一样 这是谁害的 这是国民党害的 所以吴伯雄该先道歉 对你现在吴伯雄 你现在身为国民党荣誉主席 你不是不了解这一个过程 你非常了解 你竟然还敢说蔡英文不会讲客家话 是假客家人 那请问马英九是什么东西 他到底是香港人 中国人 台湾人还是美国人 讲清楚嘛 所以他说选举就一堆客家人出来 对啊 真的是一堆客家人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台湾有史以来选总统 蔡英文是第一个真正具有客家血统的人 以前我不会言 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都牵托跟客家的关系 可是 他们都无法证明他们有客家血统 可是蔡英文是第一个 真正证明有客家血统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一点再加上我觉得他们这次的客家后援会帮他想了一句非常好的口号叫做客家女人做总统 这句话让客家人在这次选总统他有参与感 我这一票投下去我可能选出一个客家级的总统 这在台湾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所以客家人这次为什么对蔡英文支持率会相对高 第二个原因 我觉得是一个信任感 我们不会言 客家人以前对民进党不信任 不信任的原因是什么 很多的客家人觉得民进党里面有稍微带有点大腐老的沙文主义 因为说你没说台义你就不是爱台湾 过去我们不可会言 民进党的支持者里面有这样的人 可是这几年这个现象已经变少了 再加上蔡英文的人格特质 他会让客家的乡亲比较愿意相信蔡英文 你应该不会是这样子的人 而且他表现出来的确也不是这样的人 再加上民进党这几年来很刻意的去改变 我觉得这一点会慢慢争取到客家相信的认同 所以我觉得基于血统跟信任的关系 这一次我看好 我觉得蔡英文在桃竹苗的客家票 有机会超越陈水扁四成 对 其实这个中国时报这篇文章里面写出来的 就是说整个选举有动员人来的 但是那种会胜选的feel不见了 那么蔡英文有一次也是在客家庄的演讲 他就讲过 他其实因为客家妇女都比较保守 那一般就是不会表态 他支持谁或什么 那么有的说得拍那样 可能当地在家说要选去 这个钱进来了没有 但是他说这一次在客家庄 不管是游行 造势 或者是参加这个晚会活动的时候 就觉得很多客家女性来给他支持 来给他筛政治炫金 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感觉客家女人也因为一个客家妹要选总统 有一种不同的一个气氛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徐老师 其实我觉得马总统真的是太老实了 以后那个出席费 车马费 等他讲完话以后再发 不要人到齐了就发了 那这当然他一讲话要唱歌 惠民不是只有今天报纸讲的这一个 他在什么地方说要开始唱歌 要开始唱歌 马总统要唱歌 后面有人开始走 要上游览车了 是游览车上面有卡OK比较好唱 惠民我一直说你如果是真的用金钱动员来的 那当然会有这种情况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马总统2008年的时候 哇 那是所到之处风鸣啊 今天这个记者 中国时报记者观察是什么 你有动员来 当然有 可是你有没有那种自发性 因为听到马英九要来演讲跑来听的 没有啊 我觉得这个对马总统而言热情的流失是最重要 就是说你还是有你的基本盘啊 你还是认为国民党籍 可是问题是说人民对你的期待感好像不在了 我觉得陶竹苗区这个现象是严重 其实对马英九影响很大 为什么很多民调 蔡英文跟马英九差距最大都在陶竹苗跟北北纪 如果今天蔡英文在新北市也做得不错 如果在陶竹苗拉回来 那如果中张头又打平 惠民我实在是不清楚说 这个马总统有什么好乐观的理由在这里 就是说你的基本盘 对方只可以渗透进来 其实年华是讲到一个重点 客家人很重视血统 很重视血缘 很重视宗族 历来台湾选总统真的只有蔡英文 而且他爸爸是客家人 这不是妈妈那一边而已 我们如果从重男轻女的角度来看 这是真的客家人在首选举里面真正有参与 过去国民党可以说 我有吴伯雄 我们对客家人还是非常重视 惠民这次马总统跟吴敦义 两个我真的不晓得你在讲太多客家话 也没有人认为说你们可以号称是客家人 号称是马家壮 我虽然觉得选举谈血缘不对 可是这个的确是会有影响 就是就客家相亲他们的认知来说 其实好几份民调里面显现 这个马英九在客家票 原本如果照正常的话 他们可以拿到七成选票的 但现在确实出现比较动摇的状况 TVBS的最新民调马吴沛在客家庄拿到 桃猪苗地区拿到的是47% 蔡英文28 但是宋楚瑜有14 换句话说反马的票加起来是4成2 还有这个徐老师上回所公布的桃猪苗地区 在这个马英九其实是比较弱了 你看他只有37.9% 等于他掉到差不多不到四成 那么蔡英文是33.6 如果再这样宋楚瑜的11也是将近44.6 所以是不是这几个数字来呼应现场的场子 显现说这个桃猪苗他们必须非回防不可 我觉得过去认为客家人投这个 所谓的国民党比较多民进党比较少 那个现象其实是有点被夸大 为什么呢 你看民进党参加最后也拿到39% 最后拿到29%差到10% 不是说客家人说 呃 确实说一定要当多位就当多位 我觉得大家也是在看你最后好还是败 而且这种选名我认为不只是在客家族群 在各个层面都开始增加了 就是说你最后败的 不一定 不一定是要你再要当理的 虽然我过去当理 这次没一定当理 而且我认为这次 我認為蔡英文在客家族群裡面 他可能會贏得比陳水扁的聲勢還要高 所以他贏得比較多 所以我們上次說來回30% 我認為這次在客家族群 可能會超過上市陳水扁 因為這部分的人在改變觀念的人 全身都有 客家這邊可能起步比較慢 但是開始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門一定會增加 剛才我講到部門一定 部門在淡水後援會成立的競選總部一定 那下部兩點就開始漏漏 蔡英文是最初買的這麼高的 四點半這麼高 大家聽他說什麼 天晚上要到五點 沒節奏 我稍等再叫郭文來報告 實況報告 我說這個情形 我們蔡英文出現的地方是不是都這樣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普遍的情況出現 這不是說在哪一個趨勢這樣 不是 每一個都是這樣 來 郭忠大哥 馬英九會中 每次馬英九唱歌的時候 人家後面都跑去 徐老師不了解 那叫通關蜜語 插隊的人有告訴大家 馬英九唱歌就是可以開始走了 因為那些油彈槍都停很晃 你後面沒先走 做一個要走就打開 大家都走不去 那一段路都很晃 所以只要說總統唱歌 那時候才後面可以走 通關蜜語 但是我們今天看 今天說客家的問題 我是不知道我唱是不是 總統晃說的 客家族群對民進黨有一種河路情節 我是不知道 但是吳寶雄走在說這些話的時候 那真正叫做錯亂 怎麼說吳寶雄的阿伯是立立伯的比喻者 是國民黨抓去襯衫的 但是你看吳寶雄老爺跟吳寶雄本人 跟吳志陽三代在中國國民黨裡面做官 管長選舉通關 吳志陽才贏那個 綽出來鄭文燦五萬票 吳寶雄你不會覺得桃源已經 國民黨大事已去了嗎 你自己就知道嗎 這跟什麼客家族群 你本身自己發生這些事情 你更應該知道族群的融合嘛 你自己加上發生這些東西 我一直在說 國家民在這麼大的變動的時候 沒辦法說用一年級數一家級數 要來應用這個大教 全民的立場會勝過政党 會勝過派系的啦 所以請吳寶雄你不要再講這種話 好廣告之後我們要接聽你的call in 馬上回來